欢迎收看7点直播室,我是徐晋日 我是蔡永恩 三岁分流之后,各位觉得过海有没有快了呢? 云术署公布分流头两个月的车流数据 说红税和冬税车流减少大约一成 相对地,西税就增加大约一成 学者认为,显示分流作用理想 黄迅迁报道 三岁分流去年年底实施 云术署公布两个月来的车流数据 红税平日去九龙方向,车流减幅最明显 实施之前,每日大约有五万二千架次 头两个月减到大约四万四千架次 减幅介乎一成三至一成半 去港岛方向的车流 由每日大约五万四千架次 减少一成去到不够五万架 东瑞方面,整体车流少了大约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 而西瑞的车流就相对增加 去九龙方向,头两个月车流增加到超过每日五万架次 分别增加一成七和一成二 去港岛方向就分别增加百分之九和百分之十三 厨房说初步红税和东税交通情况有所改善 繁忙时段车流分别比以往少了一公里和半公里 西瑞在繁忙时段的交通维持相约水平 而繁忙时段以外,三税交通整体畅信 有学者说虽然车流的加减幅度都是在百分之十左右 但如果配合隧道的容量和使用率分析 三税分流的效果理想 在一条很塞的隧道拿走10%的车 其实改善是非常大的 将这10%的车加回上去一条 本来都不是那么多车用的时候 那个增加是轻微的 我们叫这个交通工程上面 叫做一个非先性的效果 就是最后的百分之十就是所有塞车的原因 开头的百分之十其实影响是很轻微的 罗康感说头两个月的数据有参考价值 不过这两个月的公众假期比较多 可能有影响 等到市民重新上班上学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得出更加准确的数据 有线新闻,王俊轩报道 三个足球员和一个小艇 涉嫌打架球和叉与外围赌博 被廉署落案起诉 其中曾经效力港会和渔院的后卫霍斌人 被控向代理人提供利益 和算谋赌博时作弊 湘海原报道 四个被告下午去到东区裁判法院认讯 包括曾经效力港会和渔院的后卫霍斌人 中西区体育会后卫劳斯安劳 和深水保体育会守门员陶俊桥等 霍斌人同时被控四项控罪 其中三项是向代理人提供利益 他被控在2021年10月 向香港足球会一个球员提供每场1万元利益 由使对方操纵赛事结果 另外在11月 向同一个港会球员和一个队友 分别提供3万元和1万元利益 作为操纵或企图操纵 港会对标准流浪的赛事结果 连同卢斯安劳和陶俊桥等人被控串谋赌博时作弊 在2022年8月至2023年4月期间 串谋另一个艇仔操纵渔院的入球或角球数目 令渔院在球赛中落败 他们因为这样能够在赌博中赢钱 案件其中3个被告也涉嫌作弊 操纵甲组联赛球队中西区体育会的入球或角球数目 联署调查发现4个被告在2022年23年赛季 在超过30场渔院和中西区体育会有份作赛的赛事下注 4个被告都获准以现金1万至2万元保释外出 控方说要进行电脑监证 分析2000页的信息 和寻求博彩专家的意见 裁判官将案件压后到6月27日再審 有钱新闻张海元报导 大埔吐露港发生海上意外 一个男泳客被机动快艇撞倒 双重不治 水警重案组接手调查 体育学者建议泳客配戴线色的泳帽和浮波 方便船家辨认 苏敬华报导 事主左脚截断 被救起后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 送院那阵昏迷 要用自动心外压机急救 涉事的快艇就被拖到马尿水水警基地调查 事发早上大约9点 一艘机动快艇在三门仔和马鞍山之间的吐露港海面 撞到一个游水的男人 事主被救上快艇 游水警护送往水警基地 转送威远抢救之后不治 警方其后在白石角的海滨 发现怀疑属于事主的衣物和拖鞋 不排除他在那里下水 游去对面亚洲途中发生意外 驾快艇的男人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被捕 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副系主任雷洪德说 曾经在意外现场附近爬独木舟 留意到有快艇会议高速行驶 他建议泳客避免单独在公开水域游水 亦都要配戴异于变形的装备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戴一顶鲜色的 螢光一些的泳帽 让驾船可以看到你 我看到都会是拖着一个浮波 就是好像我们维港泳的时候 休游组的时候都会拖着一个浮波 这个浮波体积比较大 和都是鲜色的 通常都是红色这些颜色 让其他在海面上驾驶船只的人士都容易看到你 雷洪德说如果遇到快艇洗近 应该视乎情况尽快游走 或者往水的深处潜下去 以免被螺旋掌击中 有线新闻苏敬华不得 Mandy 何思培就为香港体育创历史 没错 他在长池 世界游泳錦标赛 女子200米士游泳拿到金牌 成为香港首个长池世界冠军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潤雄祝贺何思培奪金 对他出色表现感到非常骄傲 姜家言报道 准决赛尾段收力 总成绩都排在第二进级 排第五线的何思培反映时间0.71秒 一贯的快放作风 决赛早早带出第一名专辞 去年细甘赛三甲 世界纪录保持者奥卡拉罕 却是澳洲队友迪密斯 还有加拿大超新星麦坚图斯都没有参赛 上届拿第四个何思培 半程以55秒12继续领先 五是最擅长的100米蛙泳 一天前都赢到同排 主行的200米自由泳 直接没有对手了 何思培最终游出1分54秒89 成为香港第一个长辞世界冠军 第二名是新西兰的废伟达 慢了0.88秒 以澳洲的科数得第三 这很大意义到我 因为我当过两个世界 我一直在第四个 然后在奥运军中我第二 所以最后最终游出第一名 我的教练 我的队友 我的队友 甚至我的父亲 都在看着今天 很棒 大家都能看到我成為世界冠軍 所以真的很特別 何思培今屆三項個人賽 累積一金一銅 預告定了 下個大賽直指巴黎奧運 我覺得我可以做得更好 巴黎是主要的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改善和調整 在接下來幾個月 希望我可以在巴黎上更好 有線新聞 姜家妍 回來新聞時間 消委會實測六間外賣平台 仍然有不準時情況 但主要不是遲到 而是早到 最快比預計早了超過半個小時 李永中報道 疫情以來 越來越多人用外賣程式 手機按一按就可以等開飯 消委會測試六間外賣平台 去年12月實測點餐56次 全部成功落單 但六成的訂單 沒有跟平台預計的送餐時間送到 遲到的有9次 早到的有25次 最快試過比預計時間早超過半個小時 消委會就認為提早到不代表一定是好事 有個案就因為外賣早到 食物不營而非 如果你趕不及回家 又或者你趕不及去收貨的時候 若果你是說了幾點 你特別是那些已經說一個時段 譬如說我是七點到七點半來的話 其實消費者已經在等你半個小時 是一個你已經拿了消費者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仍然有早到 又或者遲到這些情況的話 其實對消費者來說 不是要花多了很多時間去等 或者是要不知等你遲到 可能要等你早到 用外賣平台買了方便和時間 付出的代價就會比平時高 實測入141項目 超過八成的價格 都比到餐廳外賣自取貴 差價最高的是快餐店的魚柳包 比原價貴八成半 我們很難去控制定價 因為餐廳的考慮 就是要付多少佣金給那個平台 然後我加多少上去 消費者當去買 去訂這些平台的點餐的時候 就真的要考慮清楚 你自己願不願意付那麼大的差價 消費會又建議消費者 用多些不同的平台價格 有線新聞 李榮忠 報導 消費會又抽查市面即食麵 發現不少是高納 高脂 其中一包的納含量 已經超出成年人一日建議攝取量 建議市民減少使用調味包 以及避免飲湯 許惠雄報導 香港人的生活節奏急速 不少人都貪方便 會選擇即食麵衝擊 消費會在市面抽取19款 每包售價介乎2個月 至到33個半的即食麵進行測試 發現全部樣本 連湯大麵的納含量 都超出了成人每餐的建議 攝取上限667毫克 消費會說 今次測試的即食麵 當中有9款每包的納含量 超過2000毫克的 全日建議攝取上限 最多的一款是素食湯麵 每包納含量高達2477毫克 消費會又發現 一款拉麵的麵餅 脂肪含量極低 不過整包麵的總脂肪 和飽和脂肪含量 分別有34.1克和22.4克 是這麼多樣本之中最高 消費會說 主要的脂肪來源 是調味品和配料 每100克就有37.2克總脂肪 和25.1克飽和脂肪 食一包年湯大麵 已經超出成人 每日建議攝取脂肪的上限 測試了發現 每100克的計算 樣本的調味品和其他配料 全部都是屬於高臘 當中多於四成的樣本 屬於高脂 如果消費者使用即食麵 為了健康的 來減少了 甚至不用這些調味品和配料 無疑就可以大大地 減低了臘和脂肪的攝入量 消費會又說 即食麵油炸麵餅 每100克 平均有18.3克總脂肪 明顯比同等份量的非油炸麵餅 1.3克總脂肪多 消費會建議市民可以 選擇比較健康的非油炸麵食 例如是湯粉米粉等等 並且搭配新鮮的蔬菜和雞蛋 均衡地攝取營養 《油善新聞》 許狐虹報導 地產建設商會表示 在預算案發表前 會再轉達對撤辣的勝任 由測量師估計 政府最大機會全面撤銷投資者 相關的重隔印花稅 黃建森報導 樓市交投持續萎縮 市場正在等待財政預算案 會不會再為樓市辣椒減辣 甚至是全面撤辣 地產建設商會表示 在預算案發表前 希望有機會再和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會面 表達業界對於撤辣的聲音 在減辣之後的幾個月 部分稅項的中數有明顯增長 反映投資者入市的重駕印花稅 連續三個月都有200至300宗 遠高過減辣前的70至80宗 由測量師指出 撤辣可以推動需求增加 透過正常的印花稅收益 可以彌補辣椒所得的稅收 首先在財政裏面 所佔的比例不是很大的 其實你如果撤了辣之後 我相信剩交兩門 本地賣家 投資者 或者海外賣家 當然看它的撤辣程度 如果真的撤完的話 這些賣家的需求是會大了很多 有線新聞 黃健春報道 正在全港多處展出的 Chubby Heart 是首個由文化盛事基金 贊助的大型活動 委員會以10萬人次參觀 作為今次活動的KPI 五章報道 大型紅森在全港多區上空升起 第一次出負就來香港的Chubby Heart 獲政府文化藝術盛事基金資助 由香港設計中心拆展 委員會說批出贊助的時候 除了考慮活動的規模 可否吸引旅客 也會檢視主辦機構有沒有相關經驗 委員會為活動定下了KPI 目標有10萬人次參觀 但是他承認人數比較難計 特別是旅客的比例 有學者就認為可以評估活動搜尋度 用受關注程度做指標 有舉辦本地遊的業界就說舉辦城市的時候 應該推出一系列活動和周邊體驗 豐富城市的內容 除非那個變成很獨一無二 例如是哪個世界級的歌手表演 你是他的撇粉 你會檢檢到他 他建議政府和旅遊業界保持緊密聯繫 把握城市經濟的機遇 友善新聞吳俊報道 至於Chubby Heart的英國設計師 為何會選擇香港 王浩霖跟他談過 特地為他來的 很有節制氛圍 然後非常喜歡 九龍特地過來的 一個心 希望大家都開心心 好美 好甜蜜 拍照照 打卡 只拍一下 這個吸引市民和旅客 專程來到打卡的 Tropeed Horse 是城市經濟項目之一 所以我們一直都在計劃 整個月 還有很多工具 在這製造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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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森藝術裝置 在2018年 曾經在倫敦展出 而今次香港展出的巨型洪森 是倫敦的四倍 直徑有大約12米 而由情人節開始 一年11日 小的洪森會在各地快閃 包括旺角的花墟 最堅離地城的海濱等等 洪森裝置 每日展出6至8個小時 主辦單位會考慮風勢 天雨和安全等原因 裝置也會盡量配合環保 例如盡可能用回收的海氣等等 有線新聞 王浩林報導 港澳居民北上大灣區買樓 即將更加便利 今個月26日開始 港澳居民直接匯款到 內地同名的銀行戶口 用作償還按揭的款項 將不設上限 余思南說一下 港澳居民現在在內地買樓 如何匯款付錢是一個問題 因為設有每日限額最多8萬元人民幣 銀行和金管局 今個月26日開始 放款港澳居民在大灣區城市買樓 匯款安排 除了深圳之外 港澳居民在廣州、佛山、惠州等8個大灣區城市買樓 匯款到自己在內地的同名銀行戶口時 將會不設上限 但資金只能夠用作償還按揭 有港人說會重新計劃買內地樓 這個當然是很大的方便 因為如果你說以前有限額的 可能要逐點逐點去把錢匯過去大陸那邊的個人戶口 預算大概是200萬以內 如果200萬以內做到百成外揭 可能都是幾十萬元就已經可以搞得到 有學者認為如果以香港細單位價錢 就可以買到灣區城市面積大的單位 對香港細單位住宅市場影響較大 認為要減少衝擊 港府應該要增加推地 反過來來說也可能有大灣區城市市民來香港住 如果你供應夠多的話 變成市民的選擇會多些 部分可能都會在香港看回他們心目中要的樓 專家相信即使部分夠滿力外流 市場也不需要過分擔心本港整體樓價會大跌 郵線新聞如斯蘭報導 總結束 總結束